娱乐至此 金钱至上 一日一根的圈妹又来了 2009年时 内地打算模仿偶像剧《流星花园》拍摄一部名为 《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电视剧 制片风 更是想通过这部戏捧出一个内地F4美男组合 在选角的时候 导演要求 演员的名气可以不大 但是脸一定要够帅 身材比例一定要好 经过几个月的选角 几个角色被定了下来 个个身高超过180 帅气又年轻 果不其然 电视剧播出后在内地火得一塌糊涂 虽然剧情幼稚雷人 但也算是开启了内地偶像剧的片张 剧中的剧威主角也被称之为初代流量 不过 如今十几年过去 男女主扮演者的禁欲也是令人唏嘘 震双一手好拍大的稀嫩 昨天昨地的断送了美好的星图 F4单飞之后 每个人的发展方向也各有不同 身上发生的故事有太多太多的未解之谜 作为电视剧里的男一号张翰能被选上并不容易 没有成名前 他跌跌撞撞 甚至有过连续跑几百个剧组没人用的尴尬经历 有位无情的副导演讽刺他 就你这样还中戏毕业的呀 这句话放在一般人身上可能会被打垮 灰心丧气卷不盖回家 而贴心不服输的张翰 刚经铁骨不言败度过艰难期 2009年他遇良才 在青春校园偶校剧一起来看流星雨 视镜时以魅力校征服导演 拿下男一号慕容云海一决 才有了后来隋唐演艺太平公主觅食里 古装帝王奖相 也有了圣女的代价里让人爱恨交织 引来大贪讨的邪恶男花天旗 不过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那时候的张翰长得也不算是最帅 演戏的时候畏畏缩缩 怎么让导演一眼相中的呢 也许是因为戏里戏外 现实生活中的张翰和戏中的慕容云海一样 也是个优越感爆棚的富二代 张翰的父亲是一个生意人 老妈是医生在那个年代属于家境富裕的一部分人 2004年时 张翰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在别的同学还是自行车代步的时候 他已经开上了豪车 2007年3月时 正独大四的张翰开着车子外出 但因为开车违规被交警拦下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不知道什么缘故 他不仅没有停车 还加速逃走 并把拦车的交警拖行了100米之远 那个时候张翰还叫张翰 由于拖行导致交警手臂骨折 有传言还说出现了肾损伤 走之非常严重 最关键的是张翰在逃逸途中 已经发现被卡住的交警 但是他并没有立即停车 如果不是热心市民看不下去 将其逼停 恐怕这位交警的性命也将不保 这件事情还曾登上过央视的 法制性行时栏目 讽刺的是多年后 张翰改名为张翰 凭借一起来看流星雨走红后 以偶像榜样的身份 多次参加央视的晚会节目 根据当时的相关法律人士称 张翰的行为不是一级 普通的交通事故 而是属于刑事犯罪 可能被判入狱 后来家里为了不影响儿子的钱 选择了庭外和解 为此张翰家里赔了不少钱 但还是给他的人生 蒙上了巨大的污点 纵观这些年的作品 他能拿出手的并不多 而且大多是霸道总裁的人设 如今演艺圈新人辈出 张翰早已面临了凉凉的局面 若是想回到当年的盛况 不寻求转型和突破 大概是不可能了 2010年 失业症当红的男儿于浩铭 与斯琳娜被邀请拍摄电视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其中有一场爆破戏 由于剧组爆破失的失误 导致发生严重的爆炸 于浩铭与斯琳娜也惨遭伤害 就在这时受伤的于浩铭 抱着斯琳娜冲出火海 并把现场唯一的担架 让给了斯琳娜 多年后于浩铭回忆这件事时说 这是我做过最男人的一件事 当时的于浩铭不过才23岁 刚刚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而斯琳娜也一直是众人眼中的小公主 是组合中 颜值担当 两人一度面临着被毁容的风险 事情爆发后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所有人都在祈求于浩铭和斯琳娜恢复平安 同时也有不少人赞叹于浩铭舍己救人 但是斯琳娜并不这样认为 多年后斯琳娜感谢了很多帮助过她的人 在长长的名单中 唯独少了于浩铭的名字 这让很多人疑惑不已 斯琳娜为何对舍己救她的于浩铭只字不提 这未免太过忘恩负义 随着世界越演越烈 大家纷纷站出来为于浩铭 名不平 甚至要求斯琳娜向她道歉 但是随后斯琳娜公司发出一条声明 让大家无话可说 据斯琳娜方解释 于浩铭并没有帮助斯琳娜 大家看到的画面只是剧情的发展 并不是实情 斯琳娜公司率先发声后 众人将目光放在了于浩铭身上 或许感受到舆论的压力 于浩铭之后的言论 也发生了繁天覆地的变化 事情发生三年后 于浩铭在接受采访时说 当时爆炸发生后 我被巨大的冲击力甩到了垫子上 直接晕过去了 这也就是表示 到底有没有救人 于浩铭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他根本没有了意识 一时间风平扭转 于浩铭从建议有为变成了篡改事实 随后事件的后续爆料 让众人更加清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时于浩铭的烧烧面积高达39% 而斯林娜的烧烧面积足足有54% 明显斯林娜的伤势更加严重 而且在后续的采访中 可以得知那辆救护车本身 就是斯林娜公司叫来的 所以就算于浩铭真的让出了唯一的担架 但是斯林娜也有资格优先得到救援 而于浩铭却在舆论中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加上一些媒体的大肆渲染 让于浩铭受到了一些网友的指责与谩骂 最后斯林娜的前夫张成忠在接受采访时 对于浩铭的做法表示了认可 还了他一个公道 而斯林娜也说不希望再有互相伤害的行为出现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但不久之后于浩铭再次做出了一个震惊众人的决定 冲回沃河春天有个约会剧组 女主换成了袁珊珊 这部戏也改名为爱在春天 从这部戏开始于浩铭就要走出舒适区 抛掉偶像包袱 这也意味着他再也不能靠脸吃饭了 在2013年的湖南跨年晚会上 于浩铭唱了一首《其实我还好》台上的他 脸部伤疤 清晰可见 台下的何久谢娜 王硕星等人纷纷落泪 谁都没有想到昔日活泼的少年 竟会遭遇这种意外 当时于浩铭面临着三条路 歌手 主持人 演员 快男出身的于浩铭 又一副好嗓子 但是歌手之路走得不如其他几位兄弟顺利 随后天天向上邀请他继续回来做主持 但没几天于浩铭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条路 果断推出了这个舞台进去演艺圈 有人说他是最不要脸的演员 甚至埋怨他毁了容 还不如直接退圈 而这些无端的责骂 完全因为他出演了一个反派角色 在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院》中 于浩铭首次挑战一争一邪的角色杜明里 也凭这个角色招来了很多网友的负面评论 不过于浩铭认为网友对自己的怒气 也证明了自己成功的演绎了杜明里这个角色 如今的余浩铭人气远远不及当初 那场大活带走的不仅是他 天使般的容貌还有当时的女友 余浩铭采访时说 自己再也不敢在爱情中倾其所有 主持人易立静也说这段恋情 在娱乐圈中半公开的秘密 虽然余浩铭自始至终 没有说出对方是谁 但所有的信息都在指向当红女星杨幂 两人不止一次被粉丝发现 恋爱的蛛丝马迹以及有同款手机等等 杨幂公布自己与刘凯为恋情的那一天 余浩铭偷偷用小号发布了一段文字 最难忘记的是 最困难是离开我的人 或许这段绯闻带给杨幂不小的影响 为了不打扰杨幂的生活 余浩铭亲自下场向媒体 辟谣了自己与杨幂的恋情 如此一来 杨幂到底是不是在余浩铭最需要温暖 时离开的女友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如今的余浩铭早已退去当年的志气 整个人沉稳不少 拼接精湛的演技 在娱乐圈占有一席之地 其实只要有实力 将重型转移到幕后 也未尝不是个好的抉择 依此 朱子霄参加一个科普雷综艺节目 百科全书 节目里来了一个老中医 给在场的主持家并看身体的时候 一眼就看出朱子霄有问题 紧接着他问了一句 你有刚烈吧 台上的主持人几乎 子霄你发生什么事了 朱子霄瞬间懵了 当时他作为当红小生 被邀请到这道节目上 大家本以为是个简单的玩笑 谁也不会放在心上 可是几年后 大家和另一件事情结合起来 此时变成了朱子霄身上 挥之不去的阴霾 2017年 小思郭敬明爆出一个惊天丑闻 在事情的不断发酵之下 一些旗下艺人也跟着郭敬明 登上了热搜 包括朱子霄 朱子霄本不是科班出身 但很早就认识了郭敬明 并且关系还不错 之所以能出演 一起来看流星雨 立的上官瑞切 还是因为他的大理推荐 2004年时 郭敬明以自己的风格 成立了一本文学杂志 名为最小说 力求打造成年轻读者 最喜欢的阅读杂志 对于最小说 郭敬明精益求精 包括是杂志封面 也要亲自看过眼 而在某一期即将出版的时候 郭敬明临时换掉了 原来的封面模特 而选择了一个他看上的新人 这个人就是朱子霄 并且那一期 还有郭敬明写的小诗 像极了小情侣之间的情话 很难不让人多笑 这之后 坊街剧开始流传着 郭与朱的各种不清不楚的关系 一直到2010年坊间传闻 朱子霄与郭敬明分手 至于原因 因为两人没有对外公开 所以无从揣测 这是外界流传着 朱子霄忘恩负义 用他的钱 住着他的豪宅 却有了心欢 让人心寒 还有一种说法是 郭敬明与朱子霄 闹了矛盾 最终不慌而散 不过 不管是哪种说法 离开郭敬明之后 朱子霄落魄了几年 直接隐退 而郭敬明呢 和背后的小鲜肉男性们 传着各种 隐隐绰绰的传闻 有人说他们是后宫 有人说他们是为了前途 但郭敬明的时代 以及过去 再离谱的传言 也无处证实 沉寂了几年 朱子霄反而杀了回来 在短视频平台 做起了主播 为美妆品牌带货 近期以来 更是搞得风生水起 据说一个月 月入两亿 虽不知道真假 但倒是比起 做明星的时候 自在不少 相信赚的也是几倍以上 和其他三个人比起来 魏晨应该是他们当中 黑历史最少的一个 和于浩铭一样 魏晨也是07年 快乐男生中的意愿 作为四川音乐学院的学生 魏晨看着身边的同学 纷纷报名参加 他也想证明自己 可参赛需要资金做支撑 魏晨没有多余的生活费 支撑自己追逐梦想 但是有那么一个人 愿意为了他省吃俭用 把省下来的生活费和零花钱 给他买歌蝶和参赛服装 这个人就是魏晨相恋 14年的女朋友于伟 这一年4月 于伟陪着魏晨一起赶赴长商 参加比赛 为了省钱 两小情侣坐硬坐 在火车上 连一顿盒饭也不舍得吃 好在经过层层的选拔淘汰 魏晨一路杀进决赛 在张杰 王正亮 陈楚生等 众多实力派唱将里面 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随后迅速在歌坛崭露头角 因为长相眉晴木秀 玉树临风 是个标准的花样美男 所以当内地F4选角的时候 魏晨自然成为了首选之一 不过所谓人红是非多 他还没有尝到奏红的滋味 各种流言蜚语 就像箭语一般的朝他袭来 有人说他整容动刀 能有今天是攀上了圈内的某位富婆 突如其来的全网黑 笼罩着魏晨 单纯的他承受不住 舆论的打击 抑郁失眠焦虑 朝他袭来 在流星与F4其他三人 正在风生水起的时候 魏晨正经历着人生的至暗时刻 好在一直有女朋友陪在身边 2008年5月 于伟在学校论坛发布长文 对流言蜚语逐一驳斥 并鼓励他对生活燃起希望 两个多月后 魏晨才终于和抑郁症告别 但是经历了这次全网黑的事件后 魏晨的心理成熟了很多 也明白了娱乐圈里的潜规则 所谓花无百日后 人无千日好 所以当其他三人玩命 转型找出路的时候 魏晨安于现状等待时机 所以在他们最火的时候 看不到魏晨的生药 在他们真意最大的时候 魏晨也不会受到波及 抗战史诗影片八百 在戏里扮演男主角 猪班长朱慎中 为了在形象心理上 与朱慎中吻合 魏晨故意熬夜不睡觉 每天只吃两顿饭 让自己看上去消瘦 八百拍完后 魏晨整整受了食惊 因为这种敬业精神 2020年时 魏晨又受邀出演 纪念抗美援朝 70周年影片金刚川 同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因为这两部一年的热映 将魏晨的事业 推上了崭新的高度 在刚上映的《我和我的父辈》中 也有出演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在全明星阵容的影片里 能和吴京 张子怡 张艺谋 等人合作 说明明期更上一层楼 已经是指日可待 看完内娱F4的现状 不仅感叹 浮沉 十多年几人境遇大不同 魏晨居然成了唯一的黑马 不过 相信他们一定成长了不少 好了 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我们评论区见哦